這應該不是整個印尼都是這樣 資料上面是說他是在一個達雅族部落 他的婚禮習俗要幹嘛 他說你結婚三天不能大小便 怎麼可能 他說這是在考驗新人對婚姻的認真程度 這兩件事怎麼可以扯在一起 哈嘍 大家好 你很白癡 尷尬啊 要講全球十個奇葩婚禮習俗 看完覺得國人真幸福 三天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全球六個奇葩婚禮習俗 看完覺得國人真幸福 好 那第一個是印度 為什麼是印度 因為在印度這個叫做比哈爾邦的地方 如果你是未婚的年輕男子 那麼你在晚上如果一個人出門的話 很可能都會被綁架 這跟結婚有什麼關係 重點來了 因為在印度女生的地位都相對比較低 所以在結婚的時候 男方就會跟女方索取嫁之財禮 就像我們台灣的聘金這樣嗎 對啊 是嫁妝那種有的沒的 所以在那個地方 很多窮困的印度父母 掏不出這些巨額的嫁妝費 女方就會挺而走險 偷偷雇用一些當地的黑社會 那個份子 然後去綁架那些男生 對 綁架之後再逼他跟自己結婚 然後不用付那些嫁妝費 所以他們的老公是綁架來的 對 然後在印度這些綁匪們 就被叫做新郎承包人 每年都會有很多很多單身男子遭到綁架 所以在印度 千萬不要一個人晚上走夜路 該不會新郎承包人 也變成他們一個職業了吧 說不定喔 再來第二個要講的是 蘇格蘭 蘇格蘭 蘇格蘭他們在結婚之前 新娘會被整 為什麼 幹嘛整 整什麼 他們會被可能壞掉的牛奶 或是死魚 或是一些爛掉的食物 甚至是地上的 雙馬嘎 羽毛 有的沒的 它全部都勾在你身上 為什麼 新娘就是要飄飄浪浪的 幹嘛這樣搞他啊 他們說這是因為要讓新娘體驗一下 婚後的痛苦生活 三小啦 說什麼在以後的婚姻生活中 就沒有什麼是你不能忍的了 這兩件事一樣啊 可能這就是他們的習俗 還有一個名稱叫做塗黑儀式 它還被當作是一個儀式喔 而且更加奇怪的是 之後 就是塗黑之後 你還會被綁在樹上 然後逼你喝一個晚上的酒 那這又是為什麼 不知道 那這樣子新娘要怎麼結婚 對啊 他說在結婚前要做這些事情 之後還要被綁在樹上欸 好可憐喔 像蘇格蘭的女生會不會不想結婚啊 所以說不定他們的結婚率很低 超低那一種 再來第三個我們要說的是法國 法國 這國家聽起來應該就是 結婚會很浪漫 對 他們在結婚之前 不過這是古代 現在應該沒有了 新郎跟新娘要喝從馬桶裡撈出來的水 那這又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做可以在 新婚之夜 給予新郎跟新娘力量 但這是什麼力量 這就不知道了 傻小 超馬桶裡面得到力量 對啊 這哪裡來的理論啊 你知道他們現在沒有了啊 現在應該是沒有了 古代的婚禮好像會這樣做 現在這個習俗已經從 喝馬桶裡的水變成 從廁所端出來 香檳跟巧克力來代替了 這樣好多了 所以會不會香水在法國 那麼流行跟這個習俗的官啊 喝完馬桶水之後 然後馬上噴一下 對啊 這樣子才不會在 嗯嗯啊啊的時候 聞到什麼嗯嗯啊啊的味道 嗯嗯啊啊什麼東西 講清楚啊 不過香水那集之前講過了 各位觀眾如果想知道這些的話 可以在影片底下找網址來看 第四個我們要講的是越南 越南的結婚習俗也很 令人難以理解耶 他是說一個新娘在婚前 往往有舊的情郎 有前男友很正常吧 很正常啊 重點是他們在結婚的時候 有一種讓舊情人先占出業的 謝恩婚俗 這為什麼叫做謝恩啊 什麼什麼什麼 這白話文是什麼意思 換成白話文就是 你的初夜不會跟你的新郎度過 而是跟你的前男友度過 所以新郎跟新娘不會有洞房花族夜 對 他的洞房花族夜是屬於前男友的 那如果前男友有很多怎麼辦 就是前一任 很上一任 對 什麼狗毛屁啊 所以如果你要確定跟一個人訂婚的話 你就要跟其他的情人斷絕關係 按照他們的傳統習俗 新婚之夜新娘並不住在新郎的洞房裡 就會去找他的舊情人 共枕最後一頁 這最後一頁就代表他們完全切割關係 這就是傳說中的分手砲吧 喔 你可以不要講那麼直白嗎 可是他有沒有 就是他是一定要獻給他嗎 還是只是一起度過一個晚上而已 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說真的 如果是說這種傳統習俗的話 也不是每個人都會遵守啊 還不是有很多人外遇找小三 婚外情有的沒的 精辟 第五個 印尼 印尼 這應該不是整個印尼都是這樣 資料上面是說他是在一個達雅族部落 就是比較偏鄉那種嗎 比較落後的地方 他的婚禮習俗要幹嘛 他說你結婚三天不能大小便 怎麼可能 他說這是在考驗新人對婚姻的認真程度 這兩件事怎麼可以扯在一起 欸他三天不能尿尿不能大便耶 那他就只能不吃不喝啊 這樣他會不會先死掉吧 還沒生孩子旁邊就先爛掉了 所以你覺得他們的離婚率應該很低吧 結婚率很低吧 根本連婚都不想結 結婚還要承受那麼痛苦的三天 這假的吧 真的還假的 有可能嗎 三天耶 不能大小便 那就表示你都不能吃不能喝耶 不可能吧 但是太折磨人了 所以聽完這些奇葩的婚禮習俗 你覺得身在台灣 你想結婚嗎 你結婚只要去獲證事務所簽個名就好了耶 只有台灣可以這樣做嗎 其他地方真的不能這樣嗎 不知道啊 如果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會有這些特別的奇事 第六個 柬埔寨 柬埔寨怎麼了 柬埔寨很流行早婚 傳統習俗對女生的約束也蠻嚴格的 到了試婚年齡 父母就會把她關在房間裡面 然後請僧侶來送金祝福 到了規定的日期才能出門 然後這段期間被稱為閉日期 在這段期間 不管是吃飯睡覺洗澡 你都只能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不能見任何男子 就算是你的爸爸 還是你的哥哥弟弟都不能 這比關在監獄還痛苦的感覺耶 可是只是不能見男生而已還好吧 可是她把她關在房間裡不能出去啊 對重點來了 這個期間可以依照 家庭的貧富程度高低而不同 可能會是三個月 六個月甚至一年 一年耶 把你關在房間裡面三個月你受得了嗎 我不要 而且在閉日期結束之前 父母不會允許女兒找結婚對象 不對啊 重點是你正在那裡面怎麼找 所以就是父母幫他們找好的啊 而且在這段期間也不可以吃魚和肉 不然就會遭遇不幸 該不會他們現在還是這樣吧 不知道耶 該不會現在還是這樣吧 那他們應該都很想要趕快嫁出去 為什麼 不然一直被關在房間裡耶 然後又不能吃肉 可是說不定他們家很有錢啊 然後父母就想要把他關個一年 會不會有很窮的關個一個小時就放出來了 我也這麼懂啊 為什麼要設這種閉日期啊 會不會這期間是比較落後的地方才這樣子 不知道耶資料沒講到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而且柬埔寨的習俗通常是男生嫁到女生家 這不是女方嫁到男方家 不是是入贅的意思 然後按照傳統習俗 柬埔寨的婚禮要連續舉辦三天 太麻煩了吧 為什麼那麼久啊 對啊超麻煩的耶 而且還是男生到女生家 這會不會也是像我們那種傳統婚禮一樣 要先訂婚再結婚 所以就是一樣 也像我們這樣分很多天 嗯 說不定也是有直接那個 去復賺宿所登記的那種而已 好 不管怎樣 結婚就是一種責任 如果還沒準備好就不要結婚 不然你就一輩子談戀愛就好了 怎麼會是這樣的結論 你看結婚那麼麻煩 你乾脆不要結算啊 就一輩子談戀愛就好啦 結婚也可以很簡單啊 登記結婚就好了 兩三分鐘搞定 那為什麼一定要結婚 也沒有一定要結婚啊 對嘛 你看就不要結婚就好啦 惹出那麼多麻煩的習俗來 小金先生說他一輩子不結婚 然後大家自己好 我可以談戀愛 但是不要結婚 好就這樣 公開尊求男友 小金 公開尊求男友喔 這不是這集的重點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想要跟小金鮮做朋友的底下加1 沒有啊 給我加100 想要跟小金鮮做愛 新餅乾的底下留言加2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墨鏡哥的影片就來 記得訂閱墨鏡哥的YouTube啦 好 我們see you tomorrow 掰掰 你先開始啦 很快啊 你先啊 不要 快一點 不要 很快啊 不要 快點 猜拳 剪刀石頭布 你再先開始 沒有 快點 男嘉宰是剛才沒講剪刀石頭布 說得這樣 結果還是你要先開始 要不要結婚 不要 好 誤想了 老弟先不結婚 各位廣大的粉絲 你們可以死了 要先了 不會啊 就玩一玩就好了 不用結婚 反正就不用負責人 對啊 可以一次玩好幾個 所以我們今天到底要講什麼 剛剛不是一開始就講了 全球十個奇葩婚禮習俗 看完覺得國人真幸福 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